好我現在要demo的這個是RespberryPi幫我做成的這個 RFID讀卡機這樣子 那這個優點就是說 它不用再另外再去接電腦 那我這邊看到這條線是從 USB過來的電源線 那當然可以把這個電源換成電池 或是其他的adapter變壓器之類的 那主要網路傳輸都是靠這個WiFi WiFi去做傳輸這樣子 那可以看到說我這個LCD面板 它這邊寫的CardReader Radial這樣子 那我現在就是拿我這個 這個是門禁的扣環的那個RFID的卡這樣子 然後感應感應到了之後 它這邊就會多出來這個 我的使用紀錄 然後它透過WiFi傳到我的Web Server上面這邊來 很快即時馬上就可以知道了 這樣子 那 它在做WiFi設定的時候 我把那個 設定檔寫在記憶卡裡面去 這邊 它記憶卡裡面去 那就是說你如果只要更換你的 WiFi的SSID就是基地台名稱還有密碼 所以只要在裡面更改 用個讀卡機更改裡面的帳號密碼就好了 然後 然後如果不需要用WiFi的話呢 還可以改用這個有線網路線這樣子 那傳輸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很輕很小 然後也不用再接一條線到網路 到電腦上面去 那看網路的速度 就是說你如果 如果有這次網路線的話你就接上去 沒有的話就可以使用這個WiFi的方式 那這樣就是隨時隨地都可以去做打卡或簽到這個動作 好這個我的打卡機demo完了謝謝